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伟 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个新的官网 叫做记忆COVID-19 这个记是记录的记忆 是肺炎疫情的记忆COVID-19 它这个官网已经上线了 并且宣示说记录疫情的当下 跨域整合资讯 汇集人设力量 着力公众沟通 回应世界的改变 哇这看起来是一个 相当有雄心壮志的一个网站平台 在探讨关于COVID-19的 我今天就要为大家来介绍 主则这一个科技部人文师记忆平台的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通事教育中心教授 记图书馆的馆长林文元林教授 林老师您好 主持人陈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这个COVID-19 我们把它称作翻天覆地的 百年难遇的大疫情 首先我想要先跟您聊一聊 这个新上线的这一个官网平台 记忆COVID-19 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做些什么理念是什么 或者是说是效法国际间 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OK好 这个不好意思 我们的宣称看起来有点大 但是这个事情也实在是 世界级的大事 大家知道全球 上千万人感染 那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原有是在 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国内已经开始意识到 这个疫情的可能潜在的威胁非常重要 很多国家队都动员起来 口罩国家队 那到后来的疫苗国家队等等 那那时候科技部的黎明仁司长 任文司的司长 他就有一个想法认为说 其实整个疫情除了在生理健康医疗层面的冲击之外 其实很重要是整个社会的心理的层面 OK 那这些议题其实都本来就是人文社会 任文司他负责就是人文社会的研究 那这本来就是人文社会最关注的议题 所以他在三月多就紧急召集了几位国内的同仁 就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时候我们就有发想了一个方案 那其中一项在我这边我负责的就是 刚刚您提到就是记忆这个平台 那我们这个平台最主要希望想做的事情 有大概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在三月初三月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那时候大家对这个疫情很关注 然后但是那时候资讯相对比较少 那每天我们看到就是各国的数字 或者说中国那边有一些看起来很恐怖的影片 那穿过来大家看到 那这时候大家心里基本上的焦虑跟不安是非常非常严重 那当然几个月过去的这种不安相对比较有减缓的一点 但是情势还是持续变化中 那在那个过程我们这个团队就在想一个关键的事情说 在这样的状况下人文社会学者可以做什么事 那就我们的比较常知道的人文社会的状况就是去了解 大家在想什么 以及在人类的历史经验里面不同的社会文化状况下 大家对某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觉得重要的任务就是说 或许我们应该把过去大家对类似事情的反思跟经验 尽量让他分享出来 OK 对就是这个是让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向 除了焦虑跟紧张之外 那大家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甚至是反思 因为有些政策它也牵涉到人文社会的面向 那我们下一次或是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当初为了要建制记忆平台 这个最重要的初衷 那蛮有趣的是您刚刚提到 这有没有什么国际间的什么平台 这个事情有趣的倒是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一直到六月多 我们后来这个平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 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谈一下我们办的记忆工作坊 那那个工作坊的宣传出去以后 刚好有一位意大利人他来联系我 一位叫他名字叫巴乔 巴乔博士 他在荷兰拿了一个汉学的博士 那他因为在台湾辅大他念过哲学 那他们就校友有那个活动的通知 他看到记忆这个活动他非常非常感兴趣 据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在三月多的时候 因为意大利那边也开始非常非常越来越严重了 那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重灾区 对 所以在他们那边就有一些学者 那有些社区工作者 有些心理意识 他们就在呼吁 这个比较是个人力量在呼吁 政府应该在社会心理层面应该要做一点事 所以当他看到我们这个记忆这个活动 正好也是由官方在跟学界在推动的时候 他就非常有兴趣 他很压抑 反而是他对我们做了一些采访 我们也给他一些资料 那他把我们这一整个做了非常长的 他写了快一万字的报道 然后当地也有一位心理医师 他针对这个报道 他还做一些评论 那他们现在在意大利 在媒体那边有披露这些我们在做的事情 巴乔博士虽然是荷兰籍的 可是他 他意大利籍 他在台湾荷兰念过书 听懂了 了解 对 那他们据的那位心理师他叫Civia 他这两天写信给我说 他们那个文章看出去以后 有蛮多人跟他联系的 好像台湾做的这件事情 也给了他们一些鼓励的力量 哇 台湾可以帮助 好棒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还还蛮重要的 就是我相信很多国家蛮多 其实人文社会学者 一定都有想到类似的事情 因为在越恐慌的时候 其实大家怎么样可以跳脱单纯的恐慌 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些事情 对整个社会跟人心的稳定是还蛮重要的 那但是真的可以马上很快地把它实现出来 这个我倒是觉得 我们在这方面 真的是科技部人文师的那个超前部署 是的 对 那也是刚好台湾 我们在整个其他各个防疫面向做得很好嘛 所以我们也比较有这个余裕做这些事情 这个是大概是我们整个梗概的状况 对 我想特别在这个林教授谈完 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谈一谈 其实虽然说上半场台湾真的叫做机优声 但是然后第二个又在这个彰化的 这个大规模的写清调查里面 我们显示出来 我们之前不是盖牌嫌疑哦 因为一度国际的开封名单里面 解封名单里面没有我们 因为认为我们的筛检的数量不够多 所以会有盖牌嫌疑 可是在彰化这件事等于也证明了 指挥中心的全国的这个举措 我们的社区是干净的 因为彰化的那个写清检验 针对的是最高危险族群 也就是居家检疫以及医疗工作第一线的人员 那回头来讲 下半场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这一段还有点余裕的时间 来让防疫可以升级 我想这个记忆COVID-19的官网 势必是对我们这样的整体升级 是相当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世界上面的疫情 还相当的严重 特别是跟我国密切来往的美国 它其实疫情还居高不下 常常都是世界里面的榜首 我接下来想要请教林教授 这个网站上的文章 听众朋友您一边听 一边搜寻关键字记忆COVID-19 记得疫情的疫 这个文章包罗万象 很多的主题 这个主题是特别的分类吗 还是热门的焦点话题呢 OK 这其实我刚刚从我们三月多 开始发讲这件事情 那但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这个随着疫情发展 其实很多个别学者 就个别人设领域的学者 就开始大家在爆章啊 或是网络媒体上 都有看到一些投书嘛 是 那我们这个记忆的网站 在前半我们讲 就您刚刚讲的上半场 上半场我们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致力于把这些现有的 大家的观察 赶快收集起来 OK 所以大家现在目前看到 这些网站 其实多半 几乎九成以上 都是人设学者 他们自发写出来的文章 然后我们经过跟学者 和媒体邀请授权 然后我们把它看在 因为我们的工作量有点大 所以目前上的只是一部分 我们要了大概 可能有近百篇吧 最后成功授权的 大概也有六七十篇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 是把它收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开始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主要是希望说 现有大家的关心跟讨论 因为这些学者 自发的写这些东西 表示这对他 或对社会 一定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花这个力气去写 那我们就把它收集下 那如果说以焦点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量能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主要是 以国内的讨论为主 最主要是以国内的讨论为主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 正在已经慢慢在筹划中的 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会把它 初步称之为叫 后疫情时代的关键字 对 后疫情时代 那这个可能也带着一点期望 就是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到后疫情时代 对啊 对 那我们正在 这个到时候 就是会比较偏向主题式的 规划了 就是我们会想象 譬如说 在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 就是对 大家未来对经济的想象 会不会不一样 那对那个教育 甚至是教育 现在正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网络教学等等嘛 但是也造成一些问题啊 等等 这些会不会不一样 就是各个层面 其实影响都是在的 那也持续在变化中 那接下来我们就 特别希望用 人文社会的角度 去思考 在这个巨边之下 我们社会或许 已经做了哪些改变 那哪些部分 我们需要更加留意 那甚至有哪些部分 是会是我们的新的机会 不管是说 个人啊 或是社会 就趁着这个机会 把过去一些问题 找出来嘛 那做一些新的改变 那甚至是 包含就您刚刚讲的 台湾Can Help 就是台湾 在这个 这个后疫情的时候 台湾是不是有什么新的 新的可能性 像我们最近看到那个 我们的外交 跟国际上的关系 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这个也是这个疫情的危机中 出现的转机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 了解 这个后疫情时代 整体的这个政治 治理经济教育 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 确实都翻天覆地的 有了大的改变 我看到这个网站上面 它有一个专区 是叫做驱动者 那驱动者里面 除了林教授您之外 也相当多都是系主任 以上等级的资深学者 也就是所谓 我们大众会期盼来回答 前瞻问题的权威 回答后疫情时代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架构的权威 所以这些阵容是指说 它是记忆COVID-19平台的写手 还是说就是为这个平台上面 把关文章的这个守门员 OK 那个说守门员太沉重 基本上我们讲 大家出来的观点都不错 我们应该就是都非常欢迎 那这个我们是分 如果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 可以看到有驱动团队 跟协力团队 那这个主要区分是在于说 驱动团队 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人文师 召集几位学者 一起来看看 人文社会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里面 就是各个 我们在学界讲的 各个子计划 就大家分头去推动 各式各样的事 那这包含就是 讨论法律方面 我这边是比较偏 社会学的议题 就是会回应的 包括法律的议题 经济的议题 然后心理面向 公共卫生 风险普通 还有那个医学伦理 还有甚至是参与式的治理 就是我们这样看 这些都是 还有生日社工 就是第一线的议题 就是这些 就是整个计划里面 规划要深入了解 跟发展的方向 那有些当然就是 比较是从研究的角度出发 那跟我这个希望跟大众 互相沟通的面向 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那协力团队的部分 这个也是 我值得特别介绍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疫情的影响跟冲击 它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广 那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我们的研究的量能 跟我们的视野 毕竟相对有限 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一个最初衷 最简单的方法 就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 我们搜集各方学者 或是各个单位 他们现有已经发生 已经描述 或是记录他们经验的部分 那这是一个 所以这些像学者投稿 然后当某些媒体 那些媒体 他们自然当然 就会聚集一些类似文章 那我们邀请他们 成为我们的协力团队 就是合作 把这个疫情记录下来 那另外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办了 记录的陪力工作坊 对 对 这个还 我们也真是 我们6月1号解封 那6月1号 那时候我们也是 没有 不敢那么乐观预期 说6月1号 我们就可以 都天下太平 一切复旧 也没那么乐观 国际还挺严峻的 对 就是前几个月 大家就说 台湾跟世界是平行时空 台湾看起来 还蛮风平浪静的 大家可以开始 吵别的事情 真是的 对 那国外还是一团乱 那时候我们也是 看到 这个疫情 在台湾好像开始缓和 那我们原来有一个 希望做疫情稍害缓和 来办的事情 就是 当然有很多面向 民众 或是各个第一线工作人员 他们的记忆 他们对疫情的记 那个 那个 那个记录跟观点 跟学者们能够触及的 各个层面 当然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是说 越广越好 所以我们办 记忆赔地工作坊 就是邀请社会各界来参与 那我们藉由 学者提供一些方法 或是一些引导 那让大家参与来 记录这个事件 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 网站上看到 就是我们有 上面有一区叫做 培地培区 那我们把 把那个有些 目前已经 我送了 已经有几十篇了 就是大家 在这个工作坊里面 然后做的各式各样的记录 那还还蛮令我压力 有一部分是预期之中 另外一部分也蛮压力 就是预期之中 说会会有 比较更广的 那个背景的参与者来 那我们 年纪最小大概15岁 就高一 因为我们就从高中生开始 15岁高一 那然后年纪最大 就到七十 好像七七七八吧 就退休的大学老师也来了 还不少 对 那就这表示 大家其实对这件事情 都非常非常有感 那有都觉得有话 有话想说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也搜集到了很多 大家第一线看到 听到自己体验到的各式各样的现象 那这个也都还持续在累积之中 我想这几位就是在驱动者 这个专区我们看到的资深学者 各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等于一个 都有属于自己的多方的触角 然后并且透过了记忆工作方 我们也确实可以在 记忆COVID-19的平台上面 看到很多第一线的观察的文章 这个是来自普罗大众 不一定只是专家学者 但这就是我想要再进一步讨论的 就是我们如果有专家 还有记者 他们有不一样的专业知识度 然后不一样的媒介的操作能力 不同的触角 那这两大的社群怎么样利用这个网站 增加自己的对抗疫情的能力 OK 这个我想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 一个部分就是记忆它作为一个 我们把它称作为平台 它基本上是有点希望它是海纳百川 就是在这个时间能够 我们看到相关的事情 尽量把它留存下来 毕竟像您刚才提到 我们上一次有全球这么严重的事情 是1918年 那个西班被称之为西班牙大流感 那个也是全球的惨重的灾情 那再来最大就大概是这一次 中间当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疫情 但是都相对比较局部 所以在这个百年以来 这个重创全球的状况下 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我们希望从各方观点把它留下来 因为像上一次的SARS的疫情 我们当然看到报章有一些报道 然后有医学方面或是各方面 当然有建立一些制度等等 但是那时候我们看到的 像人文社会或各界的声音 就偏向比较少 尤其是您刚刚讲普罗大众 或一般大家日常的声音 那个就相对是很少的 因为在那样的重大的时刻 我们通常会想到是英雄的观点 OK有道理 对对就领导者 哪些重要的官员 或者做生的医生等等 在这些重要的人的观点 那反而很多在这个过程 大家的经验是被 也不一定是忽略 但是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因为我们也不会特别想去记录它 那大家也觉得 在这个过程大家看到 大家都有同样的经验 但是过了五年十年就消失了 因为我们就忘记它了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先把这些 我们把它称为原始材料好了 大家的原始的记忆 尽量这个时间把它保留下来 那接下来我觉得 我想用一个词吧 就是发酵 就是看这些材料怎么发酵 最重要的原因是说 其实或许您在媒体界 或者各位听众朋友 也常听到一个词叫同温层 对演算法 网络时代的演算法 让我们都活在同温层 真实的 人本来就会倾向 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舒服 不会血压身高 没错 生活已经够烦了 不需要再当自己更烦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学术界 也有类似的状况 这个倒不是刻意的 而是说因为不同的学术领域 包括您讲的媒体记者 我想大家跑什么线 也特别关注什么样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大家其实某个意义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 不管是不是资源的 那在这个意义下 我们提到说 对于人文社会的抗议 这件事情很重要一点 就是很多事情的安排 或制度的缺失 他很多时候都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没想到 那没想到根源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实务的工作者 制度的政策的制定者 在做这些决策 在做这些过程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那甚至有些人的经验 因为可能比较弱势 或是种种原因 受到社会的忽视的 譬如说我们一开始 出来的移工的问题 逃跑移工的问题 这样子 就是有时候我们越去排斥 越去压抑这些生意的时候 反而它可能 就是后来的 会成为漏洞 对 那这个也不是 他们当事人愿意的 而是我们整个社会 我们因为都活在 各自的同温层里面 所以我们就忘了 其实还有这些问题 或是有需要去帮助 或是解决的必要性 所以第二个层面 我是希望在这些能够把 把个性的关键留下来的时候 这就开始变成一个 可以发酵的地方 那包括我们之后要开始办的 说像后疫情时代的关键字 也是希望借由这些 互相交流对话的方式 我们现在还在安排 可能是两两对话 或是食物跟血尖的对话 就是借由这个对话的方式 让这些议题慢慢的经过 稍微沉淀以后 再发酵 再转化出来 其实我们在疫情中 经历的很多事情 它也不是疫情中才出现的 而是平常就在 那只是疫情 它用更急迫的形式表现出来 譬如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 移工的议题 有道理 对啊 或者说有些经济上的重创 对有一些 我用个比喻说 对有一些 稍微有点积蓄 或是平常 收入还好的人 那个疫情来 你可能就勒紧裤带 可是有些人 那个勒是勒到脖子 有道理哦 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怎么样 让这些疫情凸显出来 可能是我们平常就存在的问题 然后慢慢的 把它成为我们 后续 我们会说是我们的 社会逐渐进步 或者改良的 一个关注的点 这个我想是 我们在里面可以 希望藉由这些发酵 这些记忆的发酵 然后增强我们的抗疫的 或是甚至对未来 更美好的生活的规划 是 我想林教授 现在在跟我们谈的是说 透过记忆COVID-19 这个平台 希望不要单方面 只是精英观点 或者权威观点 所以我帮大家来问一题 因为文章的内容 以目前看起来 我浏览过了 我发现可能 绝大部分都是 专家才能够去懂的层面 例如有研究方法探讨 这个听众朋友 这个研究方法探讨 可能就有一点像 大家在前一阵子看到 前副总统陈建仁 在谈所谓的 魏阳性这一种 里面有相当多的 专有名词 四射出来这样 然后 措辞虽然非常的经典 可是并没有对 这些专业的研究方法 跟专有名词 多做解释 所以普罗大众可以怎么样来 用这个平台 OKOK 对 这个是个好问题 这是学界的文笔还不够好 客气客气 文笔太好 没有没有 这个真的需要锻炼 这个也是我们一部分 希望学界慢慢努力 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事情 但是现在其实在 如果听众朋友 或你有留意的话 就人文社会学界 有蛮多也在做 那个我们也 某种程度的科普 就人文社会知识的科普 懂懂懂 对 就像有一个叫 巷子口社会学嘛 是 然后历史学 干嘛屌 巴哈人类学 大家都取一些 非常非常有趣的名字 好可爱哦 对对 很乡土的名字 对对对 草根的名字 没错没错 就是大家日常会遇到的 那 在这个 在这个意义下 我们的记忆跟这些的共同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想把学术的研究 希望不是只是写成给同行看的 不是放在学院里面 我们希望让它变成稍微浅显的文字 当然现在还是可能还是有点太硬 所以我们希望稍微浅显一点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阅读了解 不过呢 我们现在虽然这个 当然 我们收集的这些比较 文字有点比较硬 但是有两个面向 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参考 一个当然就是赔力这个部分 这个真的就是 从高中生 高中生大学生的等等 然后那个 是跟他工作者他们写的 我想这个亲近性就会高非常非常多 很多也相对比较短一点 也有点意思 大家看到 甚至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也上来贡献你的记忆经验 我们这个是 你只要在上面注册 那你就可以登录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经验传上来 有照片等等都非常欢迎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希望能够记录大家的经验 对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做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对谈等等 但是我们接下来规划的活动里面 也是希望能够让学者跟一些 观众听众可以面对面讨论 因为坦白说就是文字有时候有些 有些说法或是一些描述 变成文字以后 它就变成声音 对就是会变成声音 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但是可以藉由活动的形式 大家现场沟通去讨论 我觉得这个应该 交流的比较就更容易交流了 这是我们希望的形式 那未来我们也会希望把这些对谈形式的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有的大部分的文章 是经由授权专载 所以内容上当然就是以现在的样子为主 那未来我们都会希望让它更为前显 可以异动 那也希望它可以有更大的 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另外一个还蛮重要的管道 就是我们网站是一个 那如果大家有在使用FB的话 也欢迎大家搜寻记忆COVID-19 我们有一个粉丝页 那我们的那个小编 我们的小编他非常用心 每一天文章他其实都会做一点 重点摘要和导读 对所以在那边也是希望把这些 比较生硬的或是比较冷门的知识 可以稍微做一点消化 让大家去阅读 那我相信这个会更容易接受 这是我们希望努力的 是是确实病毒并没有分 我们谁是王公贵族 谁是不一平民 谁是欧美人士 谁是有色人种 其实在这一场 这个跟疫情在做对抗的 这个百年难遇的大变局里面 我们都有可能是 就是专家努力后的受惠者 那在这个记忆的COVID-19平台上面 事实上刚刚我们透过了主则的林教授您所谈 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成为其中的贡献者 对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只是帮忙收集 简单来说我们是会关键反而是社会大众 社会大众才是主角 了解 所以我想这个记忆COVID-19它作为平台 事实上他们谈的是一项的社会运动 他们呼吁大家把你在这个过程中所接触到 可以留作后面参考的重要的实质经验 都在这个上面来跟专家交流 或来跟大家来交流 好那我今天非常感谢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教授 同时是图书馆的馆长 也主则科技部人文师的记忆平台的老师 林文元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林教授谢谢您 谢谢 谢谢陈伟 谢谢 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 关键字搜寻记忆COVID-19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书还有官网了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伟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咯 拜拜